全台湾第一家也是全球第21个据点的小米之家 正是在台北落脚 内部装潢设计采取简约风格 一眼看过去让人有种深在自己家中的错觉 连吉祥物工仔米兔也来凑热闹 到底卖什么关子 竟然会让媒体米粉齐聚一堂挤爆开幕现场 今天EETV就要带你抢先直击 我想小米之家米粉期待了很久 那我们特别精心准备了小米之家 我们是用最高的品质 然后做到最极致的软硬体来服务米粉 那它主要是米粉的交流空间 所以我们把米粉来这边玩 来体验产品当作是最先最先的优先 李嘉峰口中提到的开放空间 不是只有这片米粉文化交流区 其实在往里头走 还有结合物联网概念的客厅 只要透过手机就能调整灯光颜色 你想让它变成紫色 它就变成紫色 转到蓝色它也乖乖听话 就连旁边的空气清淨机也都一手掌握 只会穿着红色上衣 帮我们现场示范的成俊之可不简单 它经过层层关卡到北京受训 才能挤身台北小米八位 正式员工中的其中一员 第一次先叫我们小米的文化 然后之后是调些我们的MOT 就是给顾客的顺境满盈度 还有FABE 就是我们销售方式 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对要陆续给它展示给它看 以台湾呢说实话 我们的竞争力赛于我们的人才的创意 跟我们其实是很拼命的工作的这种 我觉得有这两个其实是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所以也因为有这两个特点在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要善用这个机会 我觉得在这个基本实力上面 有精进上你可能到国外企业 或者是你真的是到中国企业 你才不会被淘汰 3C打人Tim升格公司老板后 对于台湾年轻人和大陆年轻人的职场竞争力 也有一套看法 要怎么样把握自己的优势 跨越不同领域 不被轻易取代 将是现在毕业求职的社会新鲜人 必须认真严肃面对的议题 EETV 林志远 王一祥 采访报导